现在是早上五点半 我们已经准备出发 去看那个玫瑰花了 去看怎么呀 什么 去哪里呀 去 住小汉 住小汉干嘛呀 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干嘛呀 安静客商 里边有什么呀 玫瑰花 出发 出发 昨天晚上他们玩到一点半 现在五点半就起床了 我是困得不行了 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 他朋友的那个小房子 六点钟太阳已经好大了 不过我真的是困得眼睛都睁不动了 昨天睡得太晚 今天早上又一早上爬起来 看这是伊朗那个路边的小卖铺 我们在去看玫瑰花的路上 早上起来太早没有吃饭 然后这边有卖茶的 然后应该也有煎饼鸡蛋什么的 我老公他们进去买了 本来我这是我公公的一个朋友 然后是今天来他们家 他这边有玫瑰庄园 一会去哪儿看玫瑰 看他家的房子 有个村庄 看一下他的后边 小院子 看一下他的后边 小院子 这是小镇上的房子 看这是小村庄 伊朗的小镇上 看公公朋友家里 农村的家就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 看后边就是山 我说怎么来他这个房子 感觉好冷 我们早上吃大早餐 现在站在房屋的主人的楼上 看一下外边的风险 你看这是一党的农村 哇终于看到了卡上的玫瑰 站在这里边太香了 真的好爱 然后听着鸟叫 太湿情花叶了 太香太香了 今天一定要买一些带回去 太香太香了 那么我婆婆给我做个玫瑰酱 香不香 香不香 哇你看这边的玫瑰 真的那个味道太好了 真的是形容不出来 然后听着鸟叫 好想在这住一住呀 天天出来就看花摘花 听这个鸟叫叫的好好听 花香鸟叫的 花香鸟叫的 这才能充分提到这个 成语的意境 看这边是采花的 花浓 好多蜜蜂啊 我感觉我会不小心被扯到 好多蜜蜂啊 你看这好多呀 你看这好多呀 现在是采摘的季节 嗯 嗯 然后给我了一个 给了一个桶 说让我也帮忙采摘呢 采 然后是不帮忙的话 今天不让走 我没戴帽子 帅死了 我今天就也当一个采花大灶了 好多ata 我来自尊家 还想得着 我在小吃 完成更多了 我们在小吃的排名 都鲢 你对了 你终于在小吃的排名 拿来 你怎么来就有什么 我了 嗯 嗯 看这个成千山万个玫瑰花 全部被我承包了 我要自己采摘要晒干 自己泡茶喝 我跟老公说520人家都送花 然后我老公说 你看我送了你一整伤花 谁厉害 哎呀我晕死 真的是会说话 这都是男人 然后是不送礼物 可会找借口的一个典范 竟然能把小气说的这么清清脱俗 看我摘了泡花的那种 小花骨朵的这种 虽然我们已经吃过早饭了 然后公公的朋友带我们来这里 被他们那个家族的其他人看到了 一直说你怎么告诉我们 然后又赶紧又给我们做现做的一些早餐 虽然我们已经吃不下了 刚才在那边做的饭 真的是你不能想象到这些人对你有多热情 一直在给我们吃 然后一直在责怪公公的朋友说 为什么不甜言说 让我们多准备一些东西 看已经结果了 短点的公司 轻信 看到处都是玫瑰花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准备去一个做玫瑰水的工厂 做玫瑰水的工厂 看一下买几下 这是一辈双汪泰伊朗的小女孩 这边就是那个做玫瑰水的工厂 看一下玫瑰水 看这边就是做那个玫瑰水的工厂 这是沉路的地方 然后是20公斤玫瑰花放进去 会出六双那个玫瑰水的水 要来这儿游的人可以住在这个小屋里边 看这些谁来的话都可以在这边住 你看小木屋 伊朗的空气 我觉得除了德黑兰的不太好 走到哪个地方那个空气都特别好 天空也特别漂亮 还是德黑兰环山的原因吧 这边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做坊 去做那个玫瑰水的纯路和玫瑰金油 真的是特别香 站到这里头满烟飘香的感觉 玫瑰庄园和小做的那个玫瑰水的工厂 已经参观完毕 然后现在准备返程一丝反汗 你看德黑兰的路边这个小龙村 是不是有点那种新疆乡下的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干净燥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